大家好我是虛擾 今天繼續來我們的射雕群俠傳 那今天繼續來講我們的配對篇 那之前前幾天的時候已經有介紹了我們的配對篇第0章 我們的不求人配對法 等於說講解一下我們這款遊戲的一些 隊伍的組成思路啊 還有一些配對的技巧 還有一些選角的部分 等於說這款遊戲其實老實講 會產生很多流派的原因是因為 有不同的一些核心輸出 那藉由這些核心輸出的不同 去找尋你相對應搭配的一些傳奇角跟史詩角 那就會產生很多不同的流派 那細分其實可以分成非常多種 那我們這邊就是介紹一個大概 那會細分的話就代表說 會有一些額外的一些功能角的不同這樣子 那像第0章就介紹了一些我們的思路的組成 那第1章的部分就是像我們上次介紹的我們的毒暴隊 我們毒暴隊的思路就是我們的用歐陽鋒 用毒傷 然後去找一些搭配他的一些史詩角 比如說豬兒 那比如說是梅超風 那還有一些搭配他的傳奇角 那搭配完之後到後期的話 還可以再做轉奇 那可以再去做增強 那他等於是平民的首選 便宜好養 然後強度也不錯 到後期放個角的繼續練的話 其實他的強度還是依然是夠的 那今天本來是 第2章的部分本來是想要介紹我們的那個艦隊 暴擊艦隊 這個也是一個主流首選 因為獨隊的話就是內攻傷害 那外攻傷害首選就是我們的艦隊 那因為這個禮拜剛好我們的那個古木傳人 就是我們的那個遊戲的活動 有開放拿我們的小龍女 那今天有拿到小龍女的話 剛好又有幾個版友有詢問說 他有抽到楊過 那想說楊過的話可以配什麼 哪些隊伍 那所以艦隊的部分就放在下一集再做介紹 今天這集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楊過小龍女的配對法 然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流派 就是我們的小獻祭流 那獻祭 等一下會介紹一下什麼叫做獻祭流 啊獻祭這兩個字是為什麼 那既然有小獻祭那有沒有大獻祭 那獻祭流的強度 他的隊伍組成 他的 呃隊伍的核心價值 那打人的戰鬥方式 還有他的一些循環的一些那個原理 那我等一下跟大家講一下 那這個的話如果你是有抽到 如果你的角色隊伍裡面有楊過 然後你剛好這次活動拿到小龍女 那你覺得兩個神話太難養 只想養一隻的話 其實這個隊伍來講 小獻祭流可以說 我是覺得是平民的第二首選 第一首選是獨暴隊嘛 畢竟簡單便宜又好用 那大家也蠻推崇 那後期的話可以再做轉型 那如果你都沒有抽到楊風 那就是沒辦法 那如果你抽到楊過 你可能覺得他的傷害不夠 那今天介紹的小獻祭流 就可以解決掉這個問題 因為剛好這個活動有送小龍女 非常完美的搭配我們小獻祭流的一些技巧 好 那等一下會從頭開始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獻祭流 那來介紹一下我們小獻祭流的 獻祭這兩個字是怎麼來好了 那獻祭就代表說有人死亡 那為什麼叫獻祭流 因為 呃我們的遊戲裡面 其實這個遊戲 之前有介紹過每個單體的強度 或者是一些角色的特性 那除了單體強度跟角色特性之外 其實這個遊戲有一些 也不像組合技 就是有一些 搭配 有些陣營的搭配 或者是一些角色特殊 因為他畢竟是金庸的角色嘛 那所以說像 我們這次介紹的小獻祭流 它其實就是從我們的楊過小龍女 楊龍配的那個無限復活流去做加強的 那獻祭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五隻對五隻角色裡面 會有其中一隻有死亡的被動 那第二 有死亡被動的情況下 只要有角色死亡的話 他就會進行增強 那角色死亡之後 你總不能不讓他復活 因為你不讓他復活 你的角色就會越來越少 所以這套的流派的傳承就是 隊伍有人死掉 那某隻角色會增強 那他死掉的那個角色 可以用復活的方式 把他復活起來 等於說像一個勇動機一樣 有角色死掉 然後就把他復活 那某幾隻角色死掉之後 他會有一些死亡被動 然後用他來當作主力攻擊手 那復活的話就是用勇動機的方式 那小招的話也是其中一個 復活的一個角色這樣子 好 所以獻技流的部分 通常我們的主力核心有兩個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搭配 就是要有一個無限復活的機制 你如果只靠小招一個人 小招他其實到我們的 那個 化金一一的時候 一火的時候 他可以復活我們的隊友 然後會復活一次 然後可以恢復血量 但是如果你 復活只單靠小招復活的話 其實我們的這個 那個無限復活流就是會搭不起來 因為他一次只能復活一個 而且他技能 使用掉就沒辦法 所以無限復活流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靠我們的羊龍配 我們最主要很多流派 產生出來 比如說大獻祭流 小獻祭流 的 差異 不是的主要核心就是我們的羊過小龍女 那羊過的最主要就是靠他的一火技能 羊過在他一火技能出來之前 基本上非常的不強 那大概只能當半坦 就是前期的半坦左右 但是他到一火出來之後 基本上就已經可以有個流派產生了 那他完全靠 那個吃飯的傢伙就是靠他的第一招 就是化金的第一招 我們情之所至 只要你一火之後就可以開啟 生者可以死 死者可以生 就代表說 他可以跟我方 只要你有小龍女的話 可以同生共死 每回合開始的時候只要有一方陣亡 存活的那一方可以犧牲10%的血 那地獄11%入法觸發 那一般都是高於10%的血 如果你在後排的話 那你可以靠10%的血就可以復活陣亡方 然後可以恢復15%的血量 所以基本上就是靠這個勇動機 他跟小龍女要去做搭配 單靠楊過的話 基本上很難形成一個流派 除非是點殺流 但是那個 就非常的考驗你楊過的練度 那這個小獻祭流的話 其實不考驗那個楊過的練度 要也可以 但是他並不是主要的那個 攻擊的手段 他是最主要是用復活的方式 那這個流派就是用楊過跟小龍女 一個人死掉 在一位死掉之後 另外一個人幫他復活 那死掉復活有什麼好處 因為有些角色死掉復活的時候 他會非常的夠力 那可以介紹一下 死掉復活最強的角色 有兩隻 一隻還沒開放 叫做黃山女 就是我們的那個 楊過小龍女的那個 就是倚天叢龍記 最後出來的那個黃山女 那目前台服還沒有開放 第二隻會死掉復活 我們大獻祭流 有人把他當成大獻祭流 有人把他當成小獻祭流 就是我們的林曹英 我們的祖師婆婆 我們祖師婆婆 剛剛講過 什麼叫做獻祭流 就是死亡之後會觸發一些被動效果的 那個角色叫做獻祭 那林曹英他的化境第一招 有方死亡的時候會消耗全部的怒氣值 直接施放一次御女速心劍法 那什麼叫御女速心劍法 而且這個效果是無視控制 御女速心劍法是直接打後排 造成三倍的傷害 之外再吸100%的血 吸的血量全部平均分攤到 我方的全體的人身上 所以等於是 有攻擊 又補血 又強 只要有人死掉 直接放大獻 然後該效果直接無視控制 有人死 然後他就直接開大 就直接開御女速心劍法 直接打後排 那那個人死掉 終於把他復活起來 下一回合他再死掉 他再放大獻 所以基本上 這個就是獻祭流的玩法 藉由有些角色死掉之後 他有一些被動觸發 被動觸發之後 你再把你剛死掉的角色再復活起來 然後形成一個循環這樣子 那這個就叫做獻祭 那獻祭流的部分 呃 剛剛有講過我們這個 今天介紹的這個是叫小獻祭流 那大跟小的差別在哪裡 大獻祭流 如果你看那個 比如說一些資料 或路版一些資訊 你會看到有些叫獻祭流 有些叫小獻祭流 差別的話 每個人定義不太一樣 不過大中的定義 基本上就是黃山女 因為黃山女還沒開放 所以還沒辦法介紹 那有黃山女的話 就叫大獻祭流 然後也可以簡稱叫獻祭流 那如果沒有黃山女的話 才叫小獻祭流 那因為黃山女的技能的關係 所以他那個 就像這個一樣 有方死亡觸發的話 他會加強一些很多的buff 那所以沒有黃山女的話 就叫小獻祭流 那有些人更定義 比較狹隱的話 就是 沒有林曹英 跟沒有黃山女的話 就叫小獻祭流 那 等於說 那個只有他們兩個在的時候 才要大獻祭流 那這是每個人定義上的差異 那林曹英的話 如果你是 課長的話 那基本上你應該就拿得到 那 那個這個流派 獻祭流大概就蠻適合你的 因為林曹英就很適合獻祭流 因為他是只要死亡觸發 就會觸發 就會使用到這個技能 然後其他的 他的冰洞啊 他的控制啊 都非常強力 所以基本上獻祭流的話 蠻適合 如果你是課長的話 那就非常適合 走這一路 大獻祭流 那之後有黃山女的話 你還可以把他 那個更升級 加強版本 那如果 像目前我們台服剛開 那麼你又是無課玩家 林曹英就不用想了 你就是參考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走小獻祭流 就是沒有林曹英跟沒有黃山女的版本 那沒有林曹英跟沒有黃山女 那我們要靠誰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講說我們 小獻祭流的主力是誰 其實小獻祭流的主力 其實小獻祭流的主力 並不是楊過跟小龍女 而是一個你想不到的人物 他就是我們的 來介紹一下 他就是我們的 誒 這個 陳旋風 我們 你應該想不到 陳旋風當時 介紹死士角的時候 其實陳旋風 如果不是獻祭流的角色的話 基本上他會 呃 比較少人用 他基本上如果你不是就是 不管是大獻祭小獻祭 只要你不是復活流的角色的話 基本上他要出場的機率比較低 因為他是死士 他的攻擊力不高 但是如果把他擺到獻祭流的話 他就是一線主力 而且他是 所有隊伍的核心攻擊 獻祭流的 獻祭流的攻擊主力 從頭到尾就不是楊過 大獻祭流就是那個 林曹英 或者是那個 黃山女會一些buff 小獻祭流的主力 是我們的那個 陳旋風 等下看一下他技能 那 等於說我們這個 陣容的組成 我們的獻祭流的組成 其實就是 楊過加小龍女 然後造成一個 湧動機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的那個 小召周子洛 這兩隻基本上 以我們台服目前來說 大概都是前期必備的 每個流派大概都是 這兩隻都會上 那小召的話更好的是 因為他的技能是 帶有復活的技能 等他到一火的時候 他就有復活的技能 那復活的話也是 我們那個 獻祭流的 主力的一個玩法 就是隊友死亡的話 你要把它復活 那除了那個 楊過小龍女之外 剩下就要靠小召復活了 那所以小召也是 獻祭流的那個 主力 他要復活 所以你要把它練到一火 這樣子 那 周子洛的話 最主要是因為 小獻祭流 他的 資源耗得比較少 那所以你一樣 周子洛的話基本上 本來本身單體就搶 那你不放他也可以 其實 周子洛並不是小獻祭流的 必要的角色 其實必要角色 你也可以換成其他人 這樣子 那 只是說以前期來說 那資源分配來講的話 周子洛單體 CP值 養他還是夠的 所以 周子洛還是會放進來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陳旋風 OK 那我們就從頭開始介紹好了 那先介紹我們的那個 帥哥 我們的楊過 先介紹我們的一號角 我們的那個楊過 來 技能大概介紹過 大概就 大概就不詳細題啦 就是打單體 然後會冰凍 然後 受到普 那個什麼 普攻會降低傷害 等於說他滿適合當坦的 那等一下可以介紹一下 小獻祭流 那個一號位擺他 不見得是擺楊過 一號位擺的是擺一個 也不能說炮灰 一個容易死的角色 那 懸疑劍法就是擋葛擋啊 然後增加自己的分擋就是這樣子 那 楊過最主要就是他的那個 一火的技能 那 他只要一火技能 只要有這個關鍵技能 只要一有的話 基本上可以跟小龍女相互去做復活 所以 這套流法才可以 這套 這個流派才可以 開始運作 如果你楊過還沒有一火的話 基本上這個流派你還沒有辦法打 因為你還沒有辦法復活小龍女 那 如果專武滿 然後葛擋滿的話 再加上小龍女的復活 因為 他們兩個是一體的 有一個人死 另外一個人還活著 他就可以幫他復活 所以楊過基本上 如果以這個流派來說 有兩種走法 一種是把楊過當成專門的坦 在1號位 當 打不死的坦 那有人把楊過放在5號位 就是專門當復活 打不死的角色 那前面的話就靠 反正小龍女怎麼死都沒關係 所以 有這兩種走法 那 如果 以 剛剛的前者來講的話 那就是把他當成一個 前排肉盾再養 那樣子 OK 這就是楊過 我們的那個 無限復活流的主體 她跟小龍女 那再來就是 介紹她的那個 妻子 她的 欸 小龍女是氣吧 對小龍女 欸 小龍女 那 小龍女的技能一樣也是打 那個 小龍女基本上 就剛剛講的一樣 要就是楊過擺1號位 再不然就是小龍女擺1號位 那小龍女擺1號位的話 基本上有幾個好處 一 是楊過的話基本上她比較坦 所以 最怕的話就是小龍女被楊過一起死 只要這兩隻角色一起死 整個小獻祭流的那個 操作原理就崩潰了 因為 他就是要有一個人 永遠的存在 然後 永遠復活另外一個人 然後達到 我們的那個 獻祭流的那個 原理 那如果 只要兩個人一起死的話 基本上這個機制就 就沒了 因為兩個人死他就沒有幫他復活了 除非小兆 有機率幫他復活 那把他擺在1號位的第二個好處就是 他是 控制流 所以你擺1號位的話 他可以先手控制 那像譬如說降怒氣質啦 或者是一些降護甲 然後觸發建設傷害這些 然後 可以增加攻擊 先手的話他就可以那個 最主要是可以那個 有一些那個 控制的能力 那他的那個 化境衣 為什麼他 擺先手會比較好 因為他那個 先手的話 普攻也可以觸發到沉默 沉默就是你不能放技能 所以 小龍女的話 基本上這個 小獻祭流的 排法 1號位基本上都是排小龍女 2號位排 周紫若 或者是 陳旋風 然後3號位排楊過 然後4號位的話 就是 看你是 剛剛是擺 陳旋風的話就是 擺那個 周紫若這樣子 那5號位一樣擺小招這樣 大概 獻祭流的 排法的 那個 走位打法大概是這樣子 那小龍女的話 他基本上就是 但是他的心速不用高 因為他基本上 他的效用就是在前面去做 嘖 也不是送死 嗯 對 其實他是送死 送死之外 他還要再去做一些控制的能力 送死是他第一個能 最大的效用 那 如果他 你能把他養的速度比較快 他可以先手控制 那如果你把他 把他養的坦一點的話 他可以在前面撐久一點 那小龍女的話 基本上 心速不用練高 他基本上就是隨緣養就好 所以他大概 三星四星都可以上 所以這個流派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把小龍女跟楊過同時養高 你只要養過就可以了 那小龍女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隨緣養就好了 不用花資源在他身上 你要花資源的是 在另外一個主角身上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介紹的 陳旋風 那小龍女的話 像這次活動送的三星 其實他就可以上場了 或者是你再把他加一點 變四星 他也就可以上場了 其實他不需要到 多高的練度 那就是隨緣慢慢培養起來就可以 重點是楊過 楊過你要把他練起來 要不然楊過只要一死的話 小龍女也死 基本上這個流派就沒了 好 其他一些 那個花花 那個什麼 小招啊 周子柔就不太介紹了 反正都是一樣的 那麼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流派的主角 我們這個流派的主角 是一隻死屍角 來 介紹一下 很多人都會遺忘他 只要不是玩現技流的話 大概 這個名字你可能大概 即使抽到你也當作沒抽到這樣子 來 可以看他技能 他的技能 第一招也是他 不算是他吃飯的傢伙 那算是他攻擊的手段 垂心掌 打全體大概兩倍多的外攻傷害 不強 以外攻全體來說的話 西數並不高 但是重點在第二招 他的第二招是他吃飯的傢伙 也是這個整個小限技流流派最主要的核心 就是我們的逼波長法 有方只要死亡觸發的時候 會增加自己的攻擊值 一個固定值 會持續到戰鬥結束 什麼意思 而且可以疊加 簡單說就是 只要有人 我們隊伍裡面只要有隊友死掉 他就可以增加自己的攻擊值 然後一直到整場戰鬥結束 簡單說就是 如果你的勇動機 量過小龍女的復活流 或者是小招幫忙復活 只要有人死掉之後 一直把你的隊友再拉起來 他就可以一直再增加自己的攻擊力 然後把攻擊力撐到越撐越高 一直疊加 疊加到你的垂心掌 一開始的攻擊力不高 但是慢慢靠疊加 就是慢慢熱車 車子熱完之後 那個攻擊力到後來會整個爆棚 只要你拖的時間越久 然後你的整個系統沒有被崩壞掉 陳旋風的攻擊力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這個陣容不用擔心沒有輸出 他就是唯一的輸出 而且他是核心輸出 因為他的核心輸出就是 只要隊友死掉一次 就是死掉一次 陷技一次自己的話 攻擊力就增加 那攻擊傷害也會增加 增加這個值是沒有上限的 反正就是打到戰鬥結束為止 那他有另外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實化效果 剛剛講的他是攻擊力會增加 而且增加到 理論上是沒有上限 那他的劈空長勢還有機率可以實化 雖然說機率不高 大概只有1成5 但是有機率實化在一些重要階段 如果剛好你的運氣就是 你是歐洲人的話 差那一點實化的那個 關鍵角色的話 其實真的是會影響到整體戰局 那第二個 是他的那個化精衣的技能 來看一下 化精衣的技能 那個專情同師 這個也是他第二個吃飯的傢伙 有方死亡觸發的時候 增加自己的怒氣值100卡 什麼意思 就是只要有角色死掉 第一他可以加他的攻擊力 就是第二招逼波長法 第二他的怒氣值直接加到100 直接再攻擊一次 而且是那個直接放技能 直接再攻擊一次 所以簡單說就是 他只要有人死掉 他可以增強自己的攻擊力 他又可以再攻擊一次 而且是沒有上限 然後他又有機率去做控制 所以基本上 陳旋風他算半個控制 那這個流派來說 他是最主要的核心輸出 所以基本上他會擺在 嗯 有人會把他擺在第二位 那有人會把他擺在第四位 就看個人 那基本上怕死的話 就擺來後排 擺來第四位 那如果你練都上去的話 你就擺來第二位這樣子 那最主要就是 有方只要死掉 他就加攻擊力 他就加怒氣值 他就加他的怒氣值 那 只要你的楊過小龍女 只要不是同時死掉 他就可以一直復活 然後他會一直加攻擊力 他就可以一直攻擊 那他是攻擊全體 所以誰都躲不掉 那 基本上 而且還加一些增傷啊 會加一些命中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熬到越後期 他的輸出 會是個非常恐怖的存在這樣子 OK 那 那 壞處的話 這個流派的壞處 也可以說 他是優點也是缺點 第一是他好癢 然後好抽 那 能力值很強 在小限技流裡面來說 循環輸出的話 他是整個輸出爆棚 壞處是什麼 壞處就是 他是死死角 他即使 練到再高 或者是練到 頂端 就是比如說大家都到非常大後期了 那非常大後期 比如說幾千萬戰力之後 那 他的那個 畢竟角色的頂點 大概就是 就是到頂峰了 那所以 他的那個 最終的強度 他還是沒有辦法比 一些流派到 整個大後期的強度來的強 他的強度 等一下可以來介紹一下 他的強度 到某些 某個定位之後 會開始往下衰退 因為畢竟他的 角色是死屍嘛 攻擊力即使增加再強 他還是有限 因為 他的那個 本身自己的那個 機體的關係 所以如果他被秒殺 或者是 楊過小龍女加油 兩隻一起死掉 基本上 這個也就崩盤了這樣子 那 所以為什麼會有大獻忌流 小獻忌流 是找 陳旋風 因為好養便宜 然後好抽 大獻忌流就會找我們的 林曹英 會找我們的 黃山女 那神話的話 畢竟角色的能力還是強 然後 技能多樣 然後控制也有 林曹英的整個技能 整個比他的 控制啊 攻擊輸出 人家全體攻擊 還有再加吸血 人家林曹英是這樣玩的 那所以 林曹英等於說 算是小獻忌流的 加強版 那楊過小龍女 一樣必備這樣子 那之後 黃山女如果出的話 再可以介紹一下 大獻忌流 OK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小獻忌流的話 就是 關鍵就是我們陳旋風 那楊過小龍女 就算是一個 勇動機這樣子 一個搭配 那小招的話 額外的話是可以幫忙 那個 回復我們的 那個 復活我們的角色 單體的 OK 那這個角色的 這個 這個整體的養成 我們 看一下那個 看一下布陣 布陣的話 基本上1號位 因為我沒有楊過 我沒有小龍女 小龍女代替一下 基本上小龍女是在1號位的位置 2號位基本上 你的陳旋風夠硬你就放2號位 不夠硬你就放周子洛 那 小招基本上會在5號位 3號位的部分基本上會放楊過 基本上這邊會放楊過 因為我沒有楊過 那4號位的話會放陳旋風 啊我沒有陳旋風 4號位的話基本上會放陳旋風 如果你陳旋風不夠硬的話 你就放後排 讓他基本上不要死 那小招在5號位 可以幫忙復活 可以幫忙補血 這樣子 那他的那個 角色的 那個配法大概是這樣 那 那 也有人講說為什麼楊過不放前面 楊過放前面 那個 有幾個好處跟有幾個壞處 那先講好處好了 變種流快有些人講說 楊過放在前排的話 那是不是就可以那個 打不死 那打不死的話基本上 打不死 基本上這個獻祭流的用意也就沒了 因為這個 這個獻祭流的用意就是 要角色死掉 我們陳旋風才會增加那個 死亡觸發 他才能增加自己的攻擊力 才能增加自己的怒氣值 如果前面這隻楊過一直不死的話 基本上整個系統就不會運轉 整個陳旋風的攻擊力就很低 然後你陳旋風攻擊力低 楊過還是打單體的 楊過如果你的練度也不高 那小龍女你也沒有練 那你只靠周子洛跟這些人打 其實是不夠力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流派 唯一的攻擊輸出就是 AOE最高的就是我們的陳旋風 所以基本上 前面這個1號位 盡量還是放小龍女 楊過的話基本上就放後排 讓她不要死 免得兩隻一起死掉 基本上就死掉 這個就沒搞頭了 那第二個是有人問說 小龍女的強度跟速度的要求 基本上速度越快越好 那這當然不用講 因為控制 只要你是控制角 那你只要先手控制到別人 基本上你的優勢就是最大 那因為這個流派的好處是 如果你是平民玩家的話 你只要養楊過就好了 養楊過跟陳旋風 其他誰都不用養 那個 也不是誰都不用養 就是一樣慢慢養 那資源的部分 小龍女的部分 你就可以不要養 那你就是養楊過去復活她 然後養陳旋風去增加她的輸出這樣子 那所以 小龍女的話練度就隨人就好 那速度的話就越快越好 因為 她雖然說練度不用高 但是速度能快的話 她的控制還是不錯 所以基本上小龍女 就是拿來當控制流用 那基本上 能打 能打盡量打 打不死 反正被打死 那個誰可以幫她復活這樣子 OK 那 最主要就是我們的那個 最主要就是 我們的 陳旋風 這個流派的最主要就是養陳旋風 那陳旋風介紹一下她的養法好了 陳旋風是這個流派的 唯一的輸出 養過的那個輸出先不看 因為她畢竟是單體的 那 陳旋風是她唯一的輸出 那陳旋風的話 基本上就是外攻 他是外攻傷害 所以你的武學 基本上就是洗 陳旋風的外攻傷害 然後全部把她加到 攻擊加到最強這樣子 那 這個流派的話 基本上遵循了 你說她有沒有剋星 其實有 她的剋星就是毒隊 就是上次介紹那個 我們第一張的那個叫毒爆隊 為什麼 因為這個 這個流派 她的流派的用處是在於 她打人 被擊火的那個人 是小龍女 她這個流派的用意是 小龍女承受最多傷害 小龍女一號位死掉之後 那個 比如說三號位的陽過 會幫她復活 幫她復活起來之後 陳旋風會增強攻擊跟怒氣質 然後用全體 用崔心掌的方式 打全體這樣子 那 這個流派的 會怕的那個 缺點就是 她的剋星就是 毒隊 因為毒隊沒有在管 打 那個一號位的 毒隊是全部都毒的 所以基本上 毒隊是 全部都毒的情況下 基本上 楊過啦 或者是陳旋風 全部人都會被毒到 那毒如果她的那個 練度又比較高一點的話 基本上 你會被她毒死 而且是每隻角色 都有機率會死 就不是單純只有小龍女會死 這個流派的 你要能支撐這個流派的核心就是 小龍女這個一號位可以死 第二個 這個核心重心就是 二號位不能太快死 因為基本上 她復活起來 大概只有10%的血 剛剛那個陽過的那個技能 有看到 她復活起來 小龍女只有10%的血 基本上復活起來 大概沒打多久 她就會倒下去 所以基本上你的二號位的角色 不能太軟 太軟的話 連二號位都打穿的話 基本上後排就全倒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的流派 第一個就是 那個 要有陽過小龍女 第二個就是 你的那個二號位的坦 不能太弱 第三個就是 你的陽過小龍女 不能同時死掉 同時死掉 基本上整個流派就沒了 那 第四個就是你的陳旋風 你的陳旋風練度不高 或者是她的攻擊力不高 或者是她的機體 防禦不強 直接被帶走 那你整個流派 主攻所沒了 那你就沒了 這樣子 那等於是說 這個流派的一些 那個限制也是蠻多的 那 但是好處是 如果你能維持這個 運轉模式的話 她的攻擊力 基本上可以增強到無限高 只要你能 挨到那個時候的話 其實很強 那等於說 毒隊的話 就是毒全部人 所以她 毒隊的話是蠻克制她的 那 那 平民艦隊的話 有人說 艦隊也蠻小克 沒有到 像毒隊那麼克 因為 艦隊的攻擊力 要主要是看那個 王重陽那些的外攻傷害 那 看打不打得穿 打不穿 基本上就是用那種 勇動機的方式去做 那個 運轉 那打得穿的話 基本上就是被秒了 因為那個艦隊也是打全體的 所以基本上也是全被秒 那 那 他有沒有 別人都克他 他有沒有克別人 像譬如說 對一些控制系的 或是掌系 只要 別人打不穿你的一些 那個 或是只能打單體的一些 那個前面 前排的 隊伍的話 其實這個流派還是 蠻有 算是蠻 有價值的 在一些 平民的一些 配隊裡面的話 如果你有揚過小龍女的話 這個流派還不錯 在裡面有林曹英 在裡面有黃山女 那個 資源的情況下 小 小獻技隊的強度跟他的資源來說還是不錯的 那 小獻技隊他的最 剛剛講過他的強度 最高的時候是在於那個 我們陳旋風 我們陳旋風養到六火 五火到六火的時候 是他最強的時候 因為 這個流派為什麼說是 平民隊的 平民的第二首選 因為陳旋風很好養 因為他是死屍嘛 你可以去那個商店買他的碎片 那你把他的 那個星數 火 撐到五火 或六火 六火的話就是巔峰 陳旋風 六火 是他最 整個小獻技流 強度最高的頂端 因為他的強 他很好養 所以他到六火的時候一定會比其他 不管是獨爆隊啦 不管是什麼 什麼什麼 那個 艦隊啊 不管是什麼防禦流 還是什麼那個其他隊伍 陳旋風養到六火的資源 一定比其他 那個 流派的神話 要養到六火來的快 而且快很多 不管是專武啦 或者是他的那個 因為專武基本上也不會有人跟你搶 那碎片的話又好買 碎片的話 基本上 在那個 集市啊 武林商店這邊 都可以買 一周可以買十四 那還不包含你 平常抽的那個死屍角的部分 所以陳旋風基本上 六火是他的巔峰 是這整個流派的巔峰啦 那 到大概中期的時候 如果你把他養到六火的話 基本上就是巔峰了 那但是如果到 譬如說六火之後 再更久的話 那 隨著 那個遊戲時間慢慢深入 那 其他 譬如說像王聰陽 或是張無忌那些 都養起來 或是像獨爆隊 我們的歐陽鋒 我們的趙敏也都養起來了 那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流派的一些輸出角都養起來之後 這個流派就會開始 比較 因為你畢竟都是靠陳旋風在打 六火已經是他最高的部分 再高就沒辦法了 所以基本上 陳旋風六火就是他的頂端 那你可能就要開始轉 比如說你小線紀流 可能就要轉成大線紀流 你可能就要轉到我們的林曹英當主力 就是我們的林曹英 主師婆婆當主力 因為 看他整個技能 全部都會比那個 那個誰強 比我們的那個 那個 陳旋風強 他打全體是3倍攻擊 還有外加100%吸血 而且還可以補在大拉隊友身上 而且他有 那個 冰凍有 然後 降怒有 然後還有那個 不會被 那個單體秒殺有 然後 一火的部分 就是直接開無限 無限 就是無限流 無限打那個 玉女蘇星劍法這樣子 那對於 大後期的話 小線紀流的部分 就可以 轉成 比如說大線紀流 那以後有黃山女的話 可以再換這樣子 可能楊過小龍女 小召 大概這三隻 大概是不變的 小召有可能會被換掉 但是楊過小龍也是不會被換掉 那小線紀流 未來轉法就可以轉成 大線紀流這樣子 只好 換林曹英 換黃山女 那 前期的話還是用我們的 陳全鋒這樣子 那等於是說 他的強度等於是 那個 是靠我們的楊過小龍女去做搭配這樣 那 之前 就是剛剛有講過嘛 那個楊過 在一號位其實是不建議的 因為楊過在一號位 你楊過一個人在前面撐 那後面的人都全倒了 其實 那個意義也就不大了 所以楊過基本上就是在 三號位或四號位會比較好 那基本上 如果你抽到楊過 那你這次活動拿到小龍女 蠻建議的 把楊過整個楊起來 楊到 那個化境一的話 就是一火的時候 你就可以試試看這個流塊 小線紀流 那 強度的部分 那 呃 霧板有形容其實還算不錯 雖然說沒有到 就是 毀天滅地的強 但是他的那個 以他的這個 運轉形式的話其實還是很不錯用的 那其他大概還有提到一些 比如說 陳全鋒的投資培養 那這個流 這個流派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 也是便宜啦 就是跟那個什麼 跟我們的毒爆隊一樣 一個是指養 歐陽鋒 那一個是指養 這個流派是指養楊過跟 陳全鋒 就這兩個 那楊過的話 基本上還不用楊太高 重點在陳全鋒身上 那等於是那個 陳全鋒基本上就是擔任整個 整個隊伍的核心 主力 然後外加一點控制這樣子 所以投在他身上的話 回報其實也蠻大的 而且也蠻好用的 那其他的部分 小獻祭流大概就到這邊 因為 基本上能換點不多啦 基本上 小獻祭流大概 隊伍大概就是 固定的 不會像獨隊 就是 喔還有前中後期 可以加強或是幹嘛 小獻祭流基本上 這個小 就已經限制他 沒有林草英 然後沒有黃山女 那 這整個流派的那個 每個角色的 也都蠻固定 除非 就是 但是 周子洛可以不要 小獻祭流其實 周子洛並不是必須的 你也可以換成 別人來用 那 你也可以換成 那個 也有人換成 比如說 換一些幫忙 增加控制的角色 可以幫忙一些 那個 或是一些坦的角色 那個 你也可以嘗試看看 那 這個流派的角色是蠻固定的 所以就是 楊過小龍女是固定 小招會復活固定 陳全鋒是主力出出 那就不用講 那就剩周子洛 那周子洛的話 你可以換換其他角色 那 一般他們說 周子洛還是 當成二號位 副坦 兼 半打手 二打手的部分 所以 這個流派 再 如果你要一直給他養到後期 也是可以 到大後期的話 再去換成那個 林曹瑩配那個 黃山女 走大獻祭流的部分 OK 大概是這樣 這次是我們的 小獻祭流 那之後 我記得好像 小獻祭流好像 還有分一些 分支流快吧 到時候再介紹一下 因為 有黃山女的話 就不用介紹 因為黃山女的那個 台服還沒開放 所以就不用介紹了 那 這個可以推薦給一些 喜歡 楊過小龍女的那個 玩家 因為 有些人會介紹的是 無限復活隊 那無限復活隊 基本上他就只有 無限復活 就是楊過小龍女 互相復活 但是他沒有 一些增強的手段 那 小獻祭流就是 在我們 無限復活隊的 基準之上 然後再 加強一個 死亡 可以觸發的一些 被動技能這樣子 那 陳玄峰是一個 林曹瑩是一個 這樣子 那 大概的 他的機制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洗 那個 武學的部分 大概就不用講了 就是 陳玄峰就是洗外攻嘛 外攻傷害 那 其他人就是一樣 一樣練 一樣就是 該 該練防的練防 然後那個 該 該 該輸出的輸出這樣子 那 周子洛也可以當輸出 那也可以當坦來用 那小龍女的話 不用練 小龍女的話 基本上三星四星 就可以上場 那楊過的話 就升高 因為他畢竟是 在後排不能死掉的 角色 他只要一死掉 小龍女也死掉 那就 這個隊伍就沒搞頭 OK 大概是這樣 介紹給大家 我們平民隊的第二首選 那 剛好這次的活動有 這個 拿到小龍女的那個 的那個 活動 那 如果拿到小龍女的話 那你有楊過的話 那 你覺得 毒隊跟艦隊 都不適合你 那你就是想玩楊過的話 這個流派蠻適合你的 而且楊過小龍女 楊起來絕對不虧 因為後 後期其實蠻多流派 都是以楊過小龍女 這兩個人為主 畢竟能無限復活 就 欠在目前的角色裡面來說 能無限復活的 就只有他們兩個 其他沒有什麼搭配起來 可以無限復活 推薦給大家 喜歡楊過小龍女的玩家 OK 大概是這樣 那 有什麼想 詢問或是那個的話 也歡迎留言 或者是在下面分享一些 自己的一些想法 因為這畢竟是 呃 路板的一些那個啦 開放 就是一些大佬們 他的嘗試過 或是測試過的一些玩法 那 其實這種流派就是大家 照自己的想法去測 那 就是 配對的時候的一些原理 核心傷害 然後有些人測試覺得說 欸不錯 或是 測試起來發現那個效果 蠻不錯的 就是有1加1大於2的這種感覺 那就會 他就變成一個獨立流派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樣 那 下次的話我們就來介紹 艦隊好了 我們的那個 王重陽 我們的那個 重陽一生不弱於人 我們的外 那個外傷艦 暴擊艦隊 那這個流派其實 也是很 也可以分支到很多流派啦 暴傷的那個艦隊流 然後還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分分支隊 那那個的 資源就不是 上一次或這一次 介紹的那個 資源可以那個 光養 王重陽跟養 張無忌 可能就 可能就真的很要命 不過外傷 就是畢竟還是蠻多人 追從那個 最大輸出傷害啦 所以 艦隊還是 算是一個熱門主流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樣 那既然別處 喜歡的話 都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萱了喔 感謝收看 下次有緣再會